《大叔的愛》 最近畫畫題性多一點 例如畫MIRROR 《大叔的愛》 還有畫奧運 主要都是我自己因為有感動而畫的 也沒有說是否為了貼著大家的話題 而去做這些片 是因為我很喜歡看到別人很努力 一見到別人很努力去做一些事 我有感動就想把它畫下來 要做是我自己推動自己努力的軟動力 大家好 我是阿雪 幾年前我轉了行業做沙華師 在未做沙華之前我是一位註冊護士 在手術室做了大概也有十年的護士 這份工作為何好像很悶呢 可能因為做了十年開始你的 passion 少了 你覺得的挑戰性都少了 因為你開始駕馭到你覺得能夠駕馭的東西 可能每一天都是在做重重覆覆的東西 那一刻想走出去試試其他東西 我從小時候完全不是畫得很厲害 亦都畫得很差的一個人 我想其實真的不是天分 我是變態的很勤力 而一邊練的時候 人就很投入地 忘記了時間 只不過是因為我很喜歡 所以我不停在這裡畫畫畫畫畫 所以飯也可以不吃 其實我也試過不吃一兩天飯 是啊 只要喝水 在沙華這段時間 拍攝沙華這段時間 都接觸過很多感動的故事 因為有些找我做是快離開 有些是家人離開了 有些是婚禮結婚 或者是跟老婆20周年紀念 很多個人的故事影片 我都會做到哭 因為可能對我來說 一個真摯的表達 他們的情感已經可以足以很感動 除了剛才說影片表演之外 都有一部份的收入在教班上 所以疫情是有影響到我們的收入 反而給多了一些空間 還有一些個人創作 在澳地利一個國家 認識了這件事叫做沙流環 所以那時候已經想做了 但因為中間一直太忙 有很多工作在身處理 一直都循序 有時可能工作少些 拿多點時間出來做 多點自己曾經想過想做的事